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明镜读书 上一回我们说到了刘永卿的舅舅常知青 对这两个年轻人总是惠人不倦 给他们家餐补充营养的同时 也给他们精神适量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的前第一夫人 胡锦涛的夫人刘永卿 外甥女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自己的妹妹妹夫把女儿托付给自己关照 她的终身大事 她能不闻不问吗 胡锦涛在北京没有别的亲戚 他与刘永卿交往后 因校方有学生不准谈恋爱的规定 他在校园里不敢公开两人的关系 但常常随着刘永卿到长家去玩 后来走动越来越勤 长家简直成了胡锦涛的第二个家 那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 校园生活毕竟还是辛苦 不仅学校食堂没有油水 当学生的也囊中羞涩 于是周末两个年轻人来了 长家总是为他们特别做几样好菜 端上餐桌补一补 长之清对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伙子一定是满意的 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刘永卿的家长 此前刘永卿的姐姐刘永平也来到了北京 他于一九五六年秋以调干生身份进入有第二中央党校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 在历史系国际共运专业深造一九六零年毕业 据说舅舅长之清加以关照 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担任编辑 他对妹妹及妹妹选中的男朋友也持有关照 进行政治上的指点 刘永平在博览群书杂志发表爆人长之清一文披露说 在大跃进的年月长之清一面为发展的形势所鼓舞 同时也冷静思考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 中共当局号召全国各地继续跃进 同时努力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 他以一个老革命老新闻工作者的坦诚和勇气 在年初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财贸书记会议上公开检讨了报纸 在宣传上出现的问题 在财经宣传中他力弊浮夸不实和说大话 鼓虚尽的实弊 在报社的运动中他对人更为慎重 社内没有定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永平在文章中还介绍了常之清文革开始后的遭遇 常之清主持工作打九年的大公报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号停刊 很快中央决定调常之清到人民日报工作 他在那里只干了三四个月 就被揪回原大公报挨批斗去了 一九七八年二月 姚依林请他出山再办报 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 现在请你来办小报 真有些委屈你了 他说这无关紧要 十多年没事干 现在又能办报了 由大到小逐渐发展 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 后改名为中国财贸报 刘永平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调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 一九八零年调北京市社科院历任研究室副主任 主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 社科院党总副书记副院长 他写上面这篇文章是2003年11月 两年后2005年4月10号 他刚过花甲因病去世 据说胡锦涛和刘永卿都以亲属身份送上花圈 有胡锦涛和刘永卿的同窗介绍 在清华的学制为六年 说是本科文凭实际上是按研究生的要求来培养的 学习压力很大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毕业没多久 就赶上文革 刘永卿一九六五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 就分配去了水利水电部第四工程局所属的甘肃刘家辖水电站 而已经入党的胡锦涛被留校任教 担任第一年级学生的辅导员 随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胡锦涛运动开始 还想当一名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革命闯将 他很快就已经担任过辅导员而受到冲击 被说成是蒋南翔的旧党委红任 修正主义苗子 后来他又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 一九六八年在毛泽东发出工人阶级闯进上层建筑之后没多久 眼看着知识分子犹如秋护蚂蚱很难蹦的了 他决定告别校园也不刘永庆的后尘 去了水利水电部第四工程局甘肃八盘峡水电站 胡锦涛传作者文思勇披露说 胡锦涛刚去时正是刘家辖八盘峡水电枢纽建设最紧张时期 工作非常忙 他与刘永庆工作的地方隔了一百多公里 只能在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日见上一面 一九七零年二月也有说是四月 胡锦涛和刘永庆结了婚 单位分配了一间带小厨房的干打垒厨房 日子才仿佛安定下来 关于胡锦涛和刘永庆的婚后生活 作者得到的消息迥然有别 据齐盈利所著的《从西部升起的太阳》 胡锦涛与《现代中国》一书当中 转述八盘峡水电站老工人谈起刘永庆 说他很平易近人不显得特别 不像高干子女那样有一股傲气 也不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名牌毕业的高材生 据一个老工人回忆说 当年在八盘峡刘永庆回家也都是自己动手操持家务 打扫房间卫生洗衣被等 胡锦涛在家里主要是负责洗碗 而香港传记作者丁旺 据曾跟胡锦涛一起在甘肃共事的老同事说 刘永庆在家操持家务 包括检查两个孩子的学业成绩 胡锦涛非常听从夫人的话 连他上班穿什么衣服 平时吃什么菜 要不要留客人吃饭等都由刘永庆做主 胡锦涛出差时贷多少钱都由刘永庆数着给他 出差回来用了多少钱也要向太太报仗 但马林李明在胡锦涛一书中则转述说 后来胡锦涛调到甘肃省建委工作的同事 一致公认胡锦涛很会疼老婆 是个良夫慈善型的家庭好男人 许多人甚至记得胡锦涛在水房洗衣服的情景 在兰州曾经与胡家比邻的老邻居告诉作者说 胡锦涛对妻子有一股歉疚之情 刘永庆本来是北京户口 毕业分配不至于分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他认为是因为受了自己的拖累才如此 于是他尽力多承担家务活 让妻子能轻松一点 家里衣服都是他洗 利器活也都是他干 他心很细 家里的用品放在什么地方 他比刘永青还清楚 胡锦涛与刘永青很快就天人进口 1971年生了儿子胡海峰 随后又生了女儿胡小华又名胡海青 1974年胡锦涛两口子双双离开水利水电部第四工程局 调到了位于省会兰州的甘肃省建设委员会 胡锦涛开始当秘书 第二年提拔为设计管理处副处长 刘永青责任科员 胡锦涛1982年年底被中央看重 先安排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然后调回北京 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刘永青随他一起带着一儿一女调回了北京 开始他被安排在团中央属下的中国青年旅行社任副总经理 不久胡锦涛设法将他调到北京市建委 一来这样更专业对口便于他发挥才干 二来也避免瓜田理下 将来如果遇到提拔奖励之类的事 不至于被人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胡锦涛往上走的时候刘永青跟随在侧 但胡锦涛往下走赴贵州去西藏时 刘永青则没有跟着前往 而是在北京安营扎寨了 1992年他担任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胡锦涛夫妇对清华校友和对水利系统的老同事十分念旧 在胡锦涛后来高升工作非常繁忙之际 也尽力抽出时间与老校友老同事会面 胡锦涛多次向清华同班同学和水利系统的同事说过 有事可以找我找不到可以找永青 刘永青也确实起到了这些雇旧与胡锦涛之间的联络员的作用 1999年4月23号 1959级80多位校友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 庆祝入学40周年 晚上八点多胡锦涛和刘永青一起 在同级学友水利部长汪树成陪同下也赶到了八楼会议室 与大家共化同窗友谊 胡锦涛亲切的叫着许多同学的名字 回忆当年与哪几位同学同住一间宿舍等各种往事 他还饱含感情的说 在我们大家欢聚一堂的时候 我首先要谈到我们年纪已经去世的十一位同学 他们虽然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但他们的英容笑貌 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他又说我还要特别提到那些长期奋斗在边缘省区 在基层第一线的同学 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现身精神是我非常敬佩 值得我永远学习 胡锦涛与同窗门侃侃而谈了近两个小时 最后说我还要向大家表示歉意 因为明后两天的活动我不能参加了 好在我们家还有一个代表 大家笑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他们家的代表刘永青又来参加了座谈和聚会 胡锦涛出任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之后 出国访问机会大增 许多礼仪长河必须携夫人一起出面 其性格本不想过多抛头落面的刘永青 为了党的任务 为了国家的形象 也不得不随着胡锦涛周游世界 不过他出现于公众长河时 态度相当柔和轻松 西方人士反映 他的穿着打扮不仅远比前第一夫人王衍平抢眼 而且还很有品味 有国际媒体报道称 在镜头下显现出的第一夫人风范 不输当年的王光美 例如胡锦涛访问法国时 身穿深色西装淡蓝色海蓝底的领带 黑色脖底没有鞋带的皮鞋 刘永青则是搭配法国蓝套装 银色胸针和项链 奶白色半高跟鞋 2007年6月30号上午 刘永青参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就在八年前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香港 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香港地标式建筑中银大厦 而八年之后 刘永青亮相香港这另一地标式建筑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和曾益泉夫人 曾报校尉的陪同下登高望远 并穿越香港金融业的历史长廊 听取任志刚介绍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